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无法说话 到医院检查发现 事情大调了 他的咽喉后方出现裂缝 还有器官前方重度肿胀 经过整整七天的治疗 才能出院 提干指出 甚至是有人因为强忍不打喷嚏 造成空气卡在患者肺部之间 还曾造成患者的脑动脉流破裂 恐怖哦 医生建议 如果想打喷嚏 只要做好保护措施 千万别忍一面伤身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